十一日被列為一級戰區的 東區黃金店面 冷風騷騷 以往精品店才能進駐的 黃金三走窗 現在取而代之的是各類特賣會 從高單價去平價 跟攤販唯一區別 僅僅是有樓房遮蔽 攤販經濟只是整個 台北經濟的一部分而已 但它不是主 就是說我們還是需要 主題式的這種產業的發展 然後比較長期的策略 台北市長柯文哲 口中不需要攤販經濟 更嚴重的空電經濟 又該怎麼解 如果你東區是指 中校東路四段五段這邊 這個我們會在 這是另外一個要去處理的 商圈沒落蕭條 閒置店面大增 卻不見租金調降 連四十年老店 也擋不住大環境的變化 指標性餐廳永福樓即將歇業 過去搶破頭的中校東路 四段黃金路段開始招租 茶街 統領廣場 也出現倒電潮 因為它一樓已經完全都是暗的 暗的 當晚上去的時候 我想說永福樓還在嗎 你走到二樓發現還在 而且它也快不在了 所以這些東西都會影響到 整個台北的經濟 別忘了 同一條路上 還有尚未完工的大巨蛋 蛋都還沒孵出來 附近蛋黃區 卻快要蒸發光了 乏人問津的 帶出租店面衝去 首都格局何在 大巨蛋在這邊 空了好長一段 四五年這個時間 變成一個大工地 行車有時候也很不方便 一萬二的演唱會散場之後 會帶來多少的消費 一萬二的打球 打完之後會帶來多少消費 那個消費就會往街上去 就會活絡整個的商街 那買賣的人不怕這個店面貴 是怕東西賣不出去 也難怪藝人羅佩穎在臉書上留言 希望台北能像高雄一樣熱鬧 馬上一發網友共鳴 北市商業處緩家 不排除寄出空污稅 遏止寧可空放不願降租的亂象 但也要看科P調整的重心 在不在此 才可能讓東區擺脫 席燈一條街 因為,在哪裡